欢迎您收听爱家网教育生活节目 爱家网是一个服务华人家庭的新媒体 我们不定期地邀请各个领域的生活达人 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 帮助华人家庭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我们也十分欢迎在自己的领域中 有所建树的朋友们自建 成为爱家网下期节目的嘉宾 欢迎大家关注爱家网公众号北美爱家 获得下期节目信息 下面请您收听今天的主题节目 大家好 我是海东 又到了爱家网教育生活节目的时间 谢谢大家在忙碌了一周之后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的第45期节目 我们来聊一聊医疗保险 相信不少朋友们虽然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多年 但是对医疗保险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这个话题大家在单身的时候并不是很在意 等到有了孩子 父母开始变老 自己也有一些指标要去关注了 才发现了解一些医疗保险的相关知识真的很重要 因为它是一家老小的重要保障 今天我们请来了Steve Ma 为大家介绍相关的科普知识 Steve从事小商业医疗保险多年 熟悉美国联邦政府的相关法规和纽约州的各项规定 在节目的最后 我也会统一公布Steve的联络方式 和往期节目一样 爱家网教育生活节目内容仅为嘉宾本人的观点 不代表爱家网的立场 所有信息仅供大家参考 Steve欢迎你上爱家网的节目 能不能请你先和爱家网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个人背景介绍 你好你好海东 非常感谢爱家网可以邀请我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来聊关于医疗保险的一些知识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个人 我在这行已经做了差不多有十年了 自己本身大学的时候 是学finance和risk management的 然后进入到了保险这一行 然后这两年开始 就是过去的六七年前 开始接触到医疗保险这一块 特别是公司的医疗保险 还有一些也牵涉到一些个人的医疗保险这一块 那这两年由于奥巴马建茅的法律的改革 越来越多的人们就越来越关注这一块 而且医保对大家来讲 也是天天都会要关注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一个事情 那美国这边的医疗系统也是相当的复杂 所以今天可以借一个机会 可以就是从一个 可以说是开始这么一个话题 来跟大家开始聊一聊 不可能说是全部都聊得到 我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是相当的有限 所以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基本的一些 一些知识和一些尝试这样子 谢谢Steve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特别有感动身受 就是医疗的相关的规定和政策 好像比一个是在经常变 另外一个本身即使不变的话 也感觉非常复杂 首先我们能不能先说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买医疗保险 保险的话本身的话就是为了是降低自己 在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特定的一些风险 那医疗保险在美国这边的话 就是当然了是为了降低你在 如果是生病的时候 你在医疗费用方面 可能会给这个家庭或者是个人 带来一些比较大的经济上面的一些风险 那健康保险的话 就是为了降低这方面的风险的 那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从2014年 这个奥巴马的健保开始实行以来 现在规定是每一个公民 或者是包括绿卡的永久居民 就是依它的定义是在美国居住 超过六个月以上的 你就需要是有一份符合他们规范的 一份医疗保险 那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但是你是在国外上班的 在国内一年当中的超过的时间 没有超过六个月的话 你是不需要去达到这么一个要求的 那从2019年开始 那新任的总统 这个川普总统 他的新的这个法案又改了一些 以前的话是如果没有 每个人不能在年尾的时候提供 这个相关的证明 你在这么一年里面 有这个符合条件的医疗保险的话 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罚款 罚款的话是以征收负税的形式来征收的 那今年从2019年开始 从2019年开始的话呢 这个税就罚款这一块呢就被取消掉了 但是呢要求的话还是有要求说 每个人需要是有一份这个符合条件的 医疗保险的 那根据再进一步讲呢 根据每个州啊 刚才讲的是联邦的要求 那每一个州的话呢 又有自己相关的一些要求 包括像Masachussus 像这个就麻州了 还有新德西州了 他们都有这个州自己的要求 那虽然联邦没有罚款 但是他们的州的话 有一定的就相关条例 也需要 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的 纽约的话呢 纽约州的话 暂时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结论 他们可能还在讨论当中 这样子的 公民和永久居民是住六个月以上 是必须要有医疗保险 那其他的这些人士 比如说短期来旅游的 或者是学生 甚至没有身份的人 他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什么呢 身份和没有身份来讲的话呢 其实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只要你是在这边居住 超过六个月以上的话 如果你要去报税的话 他要求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你要提供一个证明 就是说你有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coverage 这个保障 那如果是短期居住 比如说是过来旅游的 只是待的时间 只有可能一个月不到 或者是一两个月 那他们的话是没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在六个月以下 那他们的话呢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会建议他们在出发国 比如说从中国 如果从国内来旅游的话呢 在国内里面 他可以去买他的travel insurance 他那边的travel insurance 是可以保障到这边的医院 都可以保障到的 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本身的话的利益 是有一个保障 那如果是没有身份 暂时没有拿到身份的 那他们的话又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 如果是65岁以下的 那么这个他还是可以通过 那个纽约州的政府的那个网站 叫做nystateofhealth.ny.gov 那个网站呢 去购买的 那如果是配偶 如果是配偶 他是在这里是有合法身份 有工作 那配偶的公司里面 是有这个提供医疗保险的话呢 就算自己本人是没有身份 比如说没有公卡 没有公卡号 或者是没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相关的people work 他仍然是可以跟着配偶 一起去参保的 包括子女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再牵涉到这个小孩子 就是16岁以下的小孩子呢 他们在纽约州的话呢 他们不管他有没有身份的话 都是可以申请到叫做childhealthplus 那childhealthplus的话呢 是一个联邦的一个计划 然后由每个州呢拨款 然后呢 再由这个私人的保险公司来管理 是有一点点 这个程序上面是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其实我们在 在华人聚居的社区呢 经常都可以看到 有这个childhealthplus 这些流动的这个车辆 他们都有帮助 就是包括几个大的保险公司 包括牛津啊 包括十字兰顿啊 或者是安保啊 他们都有这样的车辆 帮助大家可以去申请这个 小孩子的健保 那小孩子健保的保费的话呢 也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 来决定的 那大部分的这个家庭的话呢 都是可以享受到免费 或者是低价的这个小孩子健保的 这个点我觉得蛮重要 不过关于小孩子的健保 还有家庭的这个我们稍后可以多花时间 再多聊一聊 我想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刚才谈到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奥巴马时代的时候没有买 他是年底时候有个罚款 而现在川普把这个罚款给去掉了 然后但是呢 每个人还是需要根据他的州法律 看一下确保你在所在州相关的规定是什么 也许有一些相关的惩罚措施是吧 对是的 这个的话刚才这个的话是个人的 这方面的要求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要求呢 是对于公司的雇主来讲的一些要求 那那部分的要求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变的 那那部分的要求呢 就是如果您的公司里面的员工 就是叫做full time equivalent 它的意思是说如果大部分的员工都是零食工 但是他们加起来的工时 是可以要按照他的这个长工的公式来计算的话 你的长工公式相等于这个员工的员工数是超过50个人的话呢 那你就一定要提供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医疗保险给员工 但是他没有讲没有要求说你需要帮他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 当然在这个成本费用上面的话呢 员工他们需要承担的不可以超过他们的整年的收入的10% 那也就是说这个提供的一类保险呢 就是要是可承担的范围之内 叫做affordable 那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就是对公司的这个雇主来讲 有另外一方面的要求的 那这方面的话是没有变的 好的谢谢您解释 健康保险中有些经常听见的说法 co-pay deductible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相关最常见的一些说法 和他们的含义是什么 好的可以啊 这方面的话也是在这个医疗保险里面 大家的平时使用上面都是非常的 经常会有些问题的 或者是不太清流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呢我就选几个比较 大家常见会用会牵涉到的几个范围呢 来跟大家详细的稍微解释一下 那首先呢可以提到一下的就是 Deductible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去购买医疗保险的话呢 这个Deductible 中文的话也叫做自己的自付费用 或者是自己承担的这部分费用的话呢 是直接牵涉到你的保费的 如果你购买了这份保单 这份医疗保险的保单 它的Deductible越低 就是自己承担的这个费用越低的话呢 它的保费自然也就越贵 那根据现在从奥巴马建保之后呢 它用了几个金属的名字来定义这个保单的额度 它就有叫做Plantium 就是白金级的 有Gold 红金级的 然后还有呢是这个Silver 是白银级的 那还有呢是叫Bronze 是青铜级的 那这几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如果是Plantium的话呢 它一般来讲它的这个自付费用 就是Deductible是zero 是没有的 或者呢它的这个Deductible 也是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低的 那如果是黄金级的是Gold 它这边的Deductible呢 它的自付费用一般是在1000块钱左右 有些是700多 有些是1200多 但不会说是超过很多 如果是Silver 是白银级的话呢 它的这个Deductible就自付费用的话 就自己需要先承担的这部分费用 一般是在2000到2500左右 然后再到青铜级的话呢 那就会更高了 那就叫做High Deductible的话 就是高自付费用的计划 那那些的话呢 一般是在5000甚至是更高 那这些Deductible的自付费用 刚才我提到是一个人 如果是家庭或者是带配偶 或者是单亲家庭带小孩子 或者是全家人的话呢 它的这个自付费用都是要double 都是要乘以2的 那你能解释一下Deductible的具体的用法 你刚才中文解释叫做自付费用 是指的是如果我的Deductible是1000块钱的话 那我所有的医疗开销 头1000块钱都要我自己付 是这意思吗 是这个Deductible的话 它的这个在使用上面 就非常像我们的汽车保险的 那个全保的时候的那个Deductible 你比如说像我汽车保险 我汽车撞了车了 我有500块钱Deductible 那我去维修的时候 我这个最先的500块钱是自己承担 这个依赖保险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你的这个Deductible 自付费用是1000块钱的话 那一般来讲 你要给自己就是预期 就是今年里面 它一般是一年的总共加起来Deductible 它并不是每一次去看病的这个自付费用 所以头一年里面可能刚刚开始用的时候 一开始的这个1000块钱 或者是500块钱 我要自己掏钱 后面的话呢就开始和保险公司 是开始互相分摊下面的这个服务的费用 那这里呢就牵涉到Colpay了 就是下一个我们需要就是聊到这个Colpay Colpay的话中文我觉得比较翻译比较贴线 叫做挂号费 有点像挂号费这种样子的 那一般来讲Colpay在什么时候会见到呢 去看自己的家庭医生就Primary家庭医生的时候 或者是去这个专科门诊的时候 那他都会也会看到一个Colpay了嘛 那就是那个就是罢号费了 那如果是去接受需要其他的服务 比如说是照X光或者是这个Cat Scan或者是这个CT Scan 他有的时候要看就根据你自己个人的这个计划来看 保单来看 有一些时候呢 他是用百分比来付Colpay 有一些时候呢 他是有给你一个Dower 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金额数字来付这个Colpay的 具体的Colpay的这个数额 都是在你的保险卡上都有标注出来是吧 对具体的Colpay的数额的话 在你保险卡上你只可以看到你的Primary 就是你的家庭医生的时候的挂号费Colpay是多少 和你的专科医生的时候你的Colpay是多少 其他的服务的话它是没有写出来的 但是现在根据这个奥巴马健保的规定呢 每一年年头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是公司跟公司参加也好 你是跟自己在这个网站上面购买的 这个奥巴马健保也好 他每一年年头的时候 当你的这个医疗保单renew 就是重新再续期的时候 他会重新再寄一份这个叫做 Summary of Benefit 就是你的这个福利的一个大纲 它那边的话有稍微详细一点的 当然没有办法可以cover 可以给你全部的这个挂号费的费用的 这些详细的列表 那如果是再要具体的话 那就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具体的去询问了 明白了 那就是有任何问题可以打保险公司电话 请问一下我的扣背到底多少 如果是记得这看的话 这个的话我也建议就是听众朋友呢 可以就是在去 比如说你去医生那边 然后你的家庭建议你去照一个胃镜 或者照肠镜 或者就接受某一方面的一些 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治疗 那你在去看之前 你可以先跟保险公司沟通一下 具体的了解 或者直接问那个provide 就是那个服务的提供者 医院也好是这个小诊所也好 你可以跟他们讲这是我的保险 然后我在接受这个服务之前 你可以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具体的费用是多少 他们都可以 他们有这个义务 也有这个责任 需要告诉你这些费用的 好的谢谢 我觉得对对蛮重要的 因为你在去做这个检查之前 你要了解一下 因为有high deductible的这个保险的话 那可能开始做这个检查 要花比如2000块钱 都要从我 deductible出 那其实就是还是要自己掏这钱 所以就很清楚 自己心里要比较有数 那我还经常听说 有一个term叫做co-insurance 那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co-insurance的话呢 就是刚才我在解释co-pay的时候 有提到 在某些服务 它是用这个具体的金额数 当这个保险公司选择 它不用金额数来计算 它的这个需要自己承担的 这个风险 这个费用的时候 它就用一个百分比 当它是采用百分比来做这个cost sharing 就是承担费用的计算方法的时候呢 这个就叫做co-insurance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co-insurance的话呢 会是比较贵的服务上面 很多保险公司会采用 用co-insurance方法来计算 贵的服务指的是 比如说需要住院 或者是需要这个MRI 这些都是磁力共振 或者是cast scan 这些都是比较贵的 这个服务 它就会通常来讲 它会用这个百分比来给你做 这个来计算你的 这个大家的费用的承担的 这个额度 还有一个需要就是提的 大家就是 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大家可能以前没有听过了 叫做MOOP limit 是叫做maximal out-of-pocket limit 这个呢 中文翻译的话 我试着翻译的话 应该是叫做最大额度的 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 这叫做MOOP limit 这个也是一个 在你购买医疗保险 做比较的时候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 这个MOOP limi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一整年来看 就是连续的12个月里面来看 你的所有的copay deductible 全部都加起来 就是你自己 都是自己掏药包掏的钱 这些加起来 然后达到的这个 如果达到它的这个MOOP limit 就是你的最大的支付 需要支付额的话呢 之后你就不需要再承担 copay或者 deductible了 也或者coassurance了 后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在保险的术源 叫做stop loss 或者是叫做maximal liability 就是最大的 自己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 你达到这个限额之后 后面的保险公司的话呢 就会全部都包底了 当然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保险公司 是要包的这些服务范围之内 好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部分 就是所有的这个服务范围 已经都已经是标准化了 那这个大家包的 这个服务范围都是一样的 那唯一的区别就是 你选择的这个provider 你选择这个医生也好 这个医院也好 一定要是在他的医疗网络之内 如果是在他的医疗网络之外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不赔偿 或者是用另外的计算方法来赔偿的 这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词 叫做in network和out of network 对刚才有提到 就是in network和out of network 这是后面另外一个 一个在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 需要考量的一个东西 那in network就是说 这份保单他只会赔偿 那个所有的费用是 你一定要使用他指定的 这个医疗网络之内的服务提供者 就是service provider 包括医生 包括其他的护士 医院所有相关的 那有这种一般来讲的话 是叫做是属于HMO plan 或者是EPO plan 这两种最通常的计划 他就是in network only 就是网络内的服务提供者 只限制在网络内的 那另外一种叫PPO plan的话 他是有提供out of network 就是网络外的医生 他也帮你去包的 他也可以索赔的 那一般来讲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我的可以选择的医生越大 可以网络医疗网络越大 可以选择的医生或者医院越多 那这个保费自然也就越高了 那一般来讲 对于我们在纽约市的五大区的听众 甚至是在纽约州 Dunk State 这个下周这边 这个听众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尽量选择 在in network only的计划 就会比较好 因为价钱的话会相差不少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 这个纽约市这边 是属于大城市的地方 是metro的地方 那医生的话和医院的话 都有相当相当多的选择 所以没有必要 就在当然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 一般来讲的话 没有太大的必要 去选择考虑PPO的计划 我个人的体验好像也是 因为我曾经也用过 几个不同的医疗保险 那最后一查 他们全都是in network的 所以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 要去all network的医生 那我刚才听到 有好几个常见的这些说法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那我第一印象就是 那detectable越低越好 这样的话 我自己需要掏的钱少 然后MOOP limit 那个也是越低越好 然后这样的话 我可以自己最后掏的钱 越少越好 但是detectable越低 但是我需要掏的这个保险费 每一个月的费用又要比较高 那我中间就要做一个取舍 怎么找的一个比较平衡点 那我想可能要找一个适合我的保险 那那些high deductible的保险 就这样的保险 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没有一个正确 或者是不正确的答案 因为呢 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 我只是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平时 就是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 那所有的保险的这些东西 都是看你的保费 就是你会 你付这个保费的意思 就是让保险公司承担未来的风险 那这个未来的风险 什么时候会发生 这个发生的风险有多大 没有人可以知道 那这个你付了保费了 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风险的话 就让保险公司来承担了 那跟医疗保险的情况是一样 如果你选择买那个比较贵的医疗保险的话 那你自己需要承担的 在未来需要承担的风险 自然就要小 那你在很多个人的时候 在自己看的时候呢 就要看根据自己个人状况 比如说 您自己是二十几岁 未婚 single 也没有小孩子 是吧 自己的上一次看医生的时候 也只是做一个身体检查而已 那很多年都没有怎么病过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你一般来讲的话 就要看自己在未来一年里面 可能这生病或者有大病的几率的话呢 其实还是相当小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宁愿是选择high deductible 就是高支付费用的这个计划呢 来帮自己去省一些保费 那省保费的意思就是说 我宁愿自己多承担一些风险 但是呢 保费的话那边我可以省下来 我可以放在旁边 或者是做其他的投资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可以在保费上面可以省不少钱 因为相差的这个比例的话 有可能在20%到40%不等 要看你选 就是说你的 如果是最好的plantium和browns的话 有可能会相当到30%到40%保费 所以还是相当高的 那当然high deductible plan 并不是说你没有保障 为什么是适合于这些 平时利用率非常低的年轻人呢 是因为如果说从概率上面来讲 如果说他们真的是需要到医院 或者是非常重大的一些 非常昂贵的医疗的服务的时候 有可能很多时候是意外 有意外发生 但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不用怕 因为你的high deductible 就是高支付费用的这个计划 它也是有MOOP limit 它也是有最大的个人需要承受的风险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些最大的承受风险 一般是在6500到7500块钱不等 所以的话就算真的是遇到一些非常重大的这个问题的话 也不需要 天也不会塌下来 自己也不会因为住了医院而破产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所以呢 对 high deductible的话是适用于那些利用率比较低的人 那反观如果是自己家里有小孩子 小孩子的话一般来讲都是经常会生病的 还有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状况 需要说经常要去看医生的 可能每三个月要去看医生啊 或者是每年要做一些特定的检查啊 那如果是你是知道说这些费用肯定是要有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去考虑这个支付费用相对比较低的计划 因为这样来讲的话 你的overall 你的整体的这个需要承担的费用的话 反而会更低一点 明白了 那这总结来说 选择哪个保险呢 看你对这个风险的评估 看你的身体状况 对自己要有 对身体状况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估 和对未来这一年的费用 带着有一个大致的一个预算 对那另外要稍微提一下呢 就是不管你选的是哪一种的医疗健保计划 是高支付费用也好 是低支付费用也好 所有这些医疗健保计划呢 根据奥巴马的这个医保的法案规定 他们一定要提供每一年的这个一次身体检查 还有呢是其他的preventing 就是预防性的这些服务的话呢 都是不可以再另外收费的 那包括很多人去到一定的年龄 他需要做一些比较特定的检查 比如说大肠镜啊 或者是其他的mammogram啊 这些那这些的话 只要是有预防性的 那当然在医生他在建议你去做这些检查的时候 他会知道说 不是因为你以前有这样的一个病例 有病史才去叫你做 而是说你去到这个年龄 就大家都是需要做这些检查的 只是为了预防以后将来的一些 一些这个有可能的这个病情会发生 这样的话这些服务的话呢 都是包在你的医疗保险里面的 所以这个大家听众要要记得 好的谢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有家庭保险 有个人保险 那家庭保险的话会包括谁呢 是会 如果是个人保险的话 你一般来讲就是自己嘛 对吧 如果是自己有上班的 那就是员工自己本人 如果是自己去这个marketplace 自己的渠道去买 那就是自己了 家庭的话有分好几种 家庭的保险呢 有分自己本人再加上配偶 配偶的定义 那当然是包括合法的这个夫妻 合法的配偶 然后呢 有一些保单的话呢 有允许是合法的同居 不一定是要夫妻 但是是domestic partner 就是同居的 也是可以保在里面的 是当做配偶来保的 那还有一种状况呢 就是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的连孩子 在纽约州这个地方 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其他的州是跟纽约州不太一样的 纽约州的话 是不管你有多少个小孩子 你有一个小孩子 跟你有十个小孩子 比较偏激 因为你们付的保费 其实是一样的 那对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家庭了 就是包括配偶 包括员工本人 包括是individual本人 再加上你的所有的孩子 那孩子这方面的话呢 在纽约州呢 是26岁以下 都是 就by default 就是说默认的话呢 是26岁以下的子女 未婚子女 一定要未婚子女 都是跟家庭保在一起的 那26岁到29岁呢 纽约州是允许29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跟父母一起买这个医疗保险的 但是呢 要有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rider 因为它的价钱的话 它的这个保费要稍微高一点点的 那所以的话 你们在购买的时候 如果家里有这样子女的话 有这样的符合这个情况的话呢 在你购买的时候 可以去问一位 或者去相关的地方去看一看 特别提一提说 我有个28岁 我有个29岁以下的子女 但是超过26岁了 它会提供给你 不同的保费的信息的 好的 那这个家庭的定义 是不包括家里的老人的 对不对 对 家庭的定义 是不包括自己的老人的 老人的话 他们是 他其实是跟自己的 报税状况是非常相似的 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家庭 一般来讲 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报税的话 是不会跟父母 是在一起去这样子的 对 好 那刚才说到这个健康保险 那它是不是也包括牙医和眼科 这些专科呢 对 这个也是很多 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买了医疗保险了 我是不是可以去看牙医了 或者是可以去看眼科了 然后或者是配眼镜了 那大家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先来看看牙医 Dental这方面 牙医的话呢 在美国这边呢 它有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保险的 那你刚才就是 平时大家买的这个所谓的 MEDICAL INSURANCE 是不包括牙的 不包括DENTIST的服务的 不包括牙的 那牙的话呢 你需要牙医的保险呢 你需要自己单独的去购买 那它那边的保费的话呢 一般来讲 要比这个普通的 就是MEDICAL INSURANCE 就是医疗保险呢 要便宜很多 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在Individual 这个Marketplace上面也有 在这个私人的这个commercial的这个商用的依赖保险也有 但是呢是需要单独购买的 那另外呢就是眼科的这个保险 眼科的保险呢很多人都会比较 定义会比较模糊啊 就是VISION的一个insurance 那VISION也是一个单独的 那这个VISION呢 它并不是说cover你的眼球 就是作为器官来讲 它并不是说cover 并不是包你的眼球 如果你的眼球 作为一个人体的器官来讲 有生病的话呢 有病变的话呢 你的这个医疗保险是包的 你去看眼科的医生 并不是为了配眼镜 而是因为比如说有白内障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眼球上面的一些疾病的话 你的医疗保险是包的 但是如果说我要去配眼镜 我要去配这个隐形眼镜 或者我要做视力矫正 这边的话呢 就是变成是叫VISION的一个insurance来包了 所以的话 它这个分呢 还是比较细的 那像那个中医推拿 理疗 针灸这些方面 是不是又是单独的呢 不是 中医的话呢 这个中医和针灸 现在越来越见到是 针灸这方面的服务呢 越来越多的这个主流的医疗保险 都有开始去包这部分的服务 但是呢 就是Herbal 或者Attentive Medicine这一块 就是中医这一块的话呢 暂时还没有看到太多的 这个医疗保险公司愿意去 去Cover这一块的服务 但是呢 每一个 就是说你在具体去购买你自己的这个医疗保险的保单的时候呢 你还是需要去详细的去问这一块 因为有一些保单 可以这样说 每一份保单 它保的这个方法和这个额度都是不太一样 就是在这一块方面 好的 那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保险 愿意去接受针灸了 但是中医药这方面现在还没有太多 对 好的 谢谢 那我们现在咱们说一下 就是健康保险 就是什么时候会去用 那我现在有一份健康保险 那我是不是刚才你提到的 有一个每年的年检 这是包括在里头的 那我每年要去做一次 对 这个年检 还有什么其他时候 一般会去使用伤吗 一般来讲的就是 第一是自己生病的时候了 不舒服的时候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或者是意外的时候 出了意外了 那你需要去打电话 给叫这个救护车的时候 是吧 如果自己在 比如说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发现 自己不舒服的时候 刚刚好正好是 医生自己的家庭休息的时候 比如说周末呀 或者是三更半夜 那个时候你就最不舒服 最想要去医院的时候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这个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一定要去医院 我要往这个急诊室去跑 因为觉得自己是 所有人都会觉得 自己是需要急诊的那一个 肯定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有超过60%的机会呢 你需要急诊室 他们会看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 对生命有危险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 他就会帮你放了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priority 比较低的优先权在里面 那像这种情况呢 而且呢 你去ER 你去这个急诊室的话 费用也相当高 那同样的药 你在这个 你在家庭医生开给你的 你去药房拿 和在这个急诊室里面 他开给你 你在急诊室里面吃这个药 他的费用呢 有可能会相当到10倍以上 所以没有必要 如果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其实可以避免往这个急诊室去跑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是去哪里会比较好呢 现在有很多在纽约市里面 有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开了一个新的一种医疗的机构 叫做Urgent Care Urgent Care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说需要看急诊 但是呢 又没有说是到这个对生命产生 这个马上的危险的这么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Urgent Care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第一它的费用要低 它的费用虽然比你的家的医生要贵一点点 但是呢 它只是收一般来讲只是收一个挂号费 而且呢 它那个而且挂号费也是非常比那个急诊室要低很多 第二呢 你到那边基本上是不用排队的 马上就会有医生来看你 但一般来讲 它那边的医生的话 就是很多的Urgent Care都是24小时的 好 然后它很多在住在就是那个当职的医生呢 首先给你看的一般都是家庭的Primary Care 它会给你看一些情况 它也可以开药 它也可以去 如果说它觉得 它觉得你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话呢 它也可以叫你去 它会帮你去叫救护所 或者是让你去这个急诊室的 所以Urgent Care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如果是有紧急情况的话 好的 谢谢你介绍 那我确实也注意到 在纽约市 还有包括纽约市周外这个郊区的地方 现在Urgent Care开的蛮多的 有的Urgent Care还是有这个RE的 对 还有就是那个 但是我去我的真正孩子的RE那里呢 他那会又要去预约 也不能马上砍 就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Urgent Care这个确实非常方便 对 那但是专科医生的话 我是不能够直接去砍的 我是需要家庭医生给我referral 是吧 专科医生的话 就是要看你的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 根据自己个人的这个医疗保险了 那有些医疗保险呢 是要求要有专科医生 去有介绍信 才可以去看这个 家庭医生介绍信 才可以去看专科 有一些是不需要的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还是先去跟自己的家庭医生 先去接触一下 然后再去看专科 除非你已经知道 自己是确实是什么样的问题了 也有医生跟你 给过你这个专业的意见 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再可以去直接去找专科 这个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好的 谢谢您的介绍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说一下 健康保险的种类有什么 就那些 一般来讲 健康保险的种类的话呢 在是根据 我是根据它的这个市场 就是购买的渠道 来分的话呢 一般可以分为这么几种 首先呢 就是叫做individual的market 就个人的这么一个购买的渠道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是有这个最常见的 就是到纽约州的居民的话 就是到这个纽约州的这个 这个marketplace网站 这个nystateofhealth.ny.gov 这边是它政府的一个网站这边去购买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做小型公司的 这么一个小企业的 这么一个购买渠道 小企业的定义呢 就是100个员工以下 就是从99个员工 从一个员工到99个员工 这一部分的这个中小企业 属于小型企业 小型企业的话呢 可以去 也可以去政府网站 也可以去私人的渠道 去购买这个叫做small group的 商业保险 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small group 就是小型企业的这个网 他们可以购买的这个计划呢 和个人呢 是不一样的 而且小型企业可以购买 在这个marketplace上面 它也可以买到一些计划 跟你这个平时自己去 私底下去买 直接跟保险公司接触 或者是经过你的经济去接触 可以购买到的这个计划 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保险公司 它可以选择去参加 这个政府的网站 去提供它的产品 也可以选择不参加 所以呢 在纽约州的话呢 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那另外一个如果企业再大一点的 它就会是要叫做large group的 那就是100人以上的 那他们的这个大型企业的计划呢 又有分其他的种类了 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健了 好的 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如果我要获得健康保险的话 我有些哪些渠道可以去获得呢 可以获得渠道的话 那当然了 就是可以最普通的话 就是看自己的雇主 如果是有上班的 那当然今天讲是 如果还没有符合 这个其他的一些政府提供的 这个意料保险的计划的 这个要求的时候 你可以先咨询一下自己的雇主 问看雇主有没有提供 为什么呢 因为雇主一般来讲 提供的意料保险的话 会比自己个人去购买的意料保险 来的要好一点 而且可能还便宜一点 而且在税务方面 你还有一些优惠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好处 那雇主包括自己的老板 包括工会 包括一些associate一些协会 他们都有可能会提供一些 相关的一些 就作为一个福利 这样来提供给大家的 那作为家属的话 那就要看自己的配偶 有没有雇主或者是工会可以买到 那一般来讲 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是跟着他们一起去买 就来的比较划算一点 而且得到的这个福利 也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的话呢 那就要看自己个人的 那个人的话呢 就是到这个纽约州的marketplace 刚才那个网站我有提到过 那上面的话呢 也有一些保险公司的计划可以提供 那那个而且呢 根据自己的 因为你在那个网站上面 你需要 他会问你 你需不需要这个政府来帮你 承担保费的一部分 那然后如果说你是需要的话 那你需要提供你自己个人的 这个收入的一些资料 那如果条件符合的话呢 他会是那个政府的话 会适当的帮你减免一些保费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对于这个适用的家庭来讲 也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说是65岁以上的 65岁以上的这个公民符合条件的公民 那他们的话呢 就可以去考虑去申请medicare 就是所谓的红蓝卡 那个是联邦的那个计划 他们的话呢 也是他们提供的这个保险 也是相当的全面 相当的不错的 那小孩子的话呢 刚才我有提到 小孩子在纽约州的话呢 最好的首选的话 应该是去考虑那个child health plus 因为child health plus 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保险 它里面有包括了有牙医 包括了有 就刚才我提到 一般来讲牙医是分开来的 还有配眼镜 这些都是分开来的 但是child health plus呢 它提供的是一个很全面的 包括有牙医啊 包括有配眼镜 它都包在里面的 而且呢 根据这个家庭的收入的话呢 你的保费有可能会很低 可能是几十块钱一个月就好 就OK了 或者是呢 可能是甚至是免费的 那那么再说一下白卡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得保险的渠道呢 对 白卡的话呢 也就是所谓的Medicaid 就是Medicaid的话呢 在这个奥巴马建保之后呢 它有 纽约州呢 是有个叫做Medicaid expansion 以前来讲的话呢 是家庭的收入 一定要是符合联邦的这个贫困线 或者以下 那么才会符合条件去拿到Medicaid Medicaid的话 是一个免费的医疗保险 而且呢 这个co-pay啊 它首先是没有支付费用 另外呢 花费方面的话 也是非常的低的 那是适合这个收入 是符合条件的家庭 那现在这个Medicaid expansion之后呢 就是说 家庭的收入 是需要在它联邦贫困线的 133%以下 也就是说 超过33% 就超过联邦的贫困线 33%的话呢 都可以申请到Medicaid 那现在这个Medicaid的话呢 有一部分呢 是叫做 改了名字叫做Essential Plan Essential Plan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 就是基本健保 那这个Essential Plan的话呢 那根据你 就是离这个贫困线的 133%有多近 如果是越接近的话呢 那这个 它有 基本健保呢 有可能要叫你付20块钱 一个人一个月的一个非常象征性的宝贵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医疗健保计划 其实白卡这Medicaid的要求 完全只是根据收入 跟年龄没有关系的吧 白卡的话呢 其实要分 它对这个申请人的要求的话 是根据它的年龄来做一个界限 65岁是一个界限 65岁以下的 它只是看收入 它并不会看你个人的这个资产 没有资产的这个检测这一项 那只要你的收入达到要求 你就可以申请到白卡了 那65岁或者以上的人群呢 他们如果 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来讲 是可以 有这个条件是拿到Medicare 那同时的话呢 申请Medicare的时候呢 它除了你的收入 需要达到要求以外 您的资产的话呢 就是自己名字下面的资产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是我记得最上一次改 最上一次update 它是更新到是14000块钱 不可以超过14000块钱的资产 资产包括退休账户啊 银行账户啊 包括有的时候 甚至是有现金值的人数保险啊 房子那边的话呢 就是房地产那边的话呢 如果是有只是自己 就是primary的house 就是自己住的这种房子的话呢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如果是你有两家庭啊 或者三家庭这些的话 就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明白 那就是说白卡 就是低收入的这个 这个这个福利呢 是也是有一个65岁的界限 小于65岁 只看收入 但不看资产 大概65岁 要看收入 还要看资产 资产是14000块钱 对 好 那刚才提到的红兰卡 那个有说到是165岁以上 有公民才能够申请红兰卡 绿卡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 它是要 类似于像那个 可以符合 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会退休金的那种样子的 就社会养老金的那个要求一样 你的报税是需要达到一定的分数 它有一个分数系统 那个40个点是吧 对40个点 你达到40点以后呢 也是可以拿到这个 就是Medicare 就红兰卡的 那大家要注意的 这红兰卡的话呢 它并不是100%的 包你的这个所有的医疗费用 它有分 它有细分 这个里面有分part A 第一部分 A部分 B部分 然后还有D部分 A部分的话呢 就是所有跟医院相关的 所谓的inpatient 就是要在医院里面 接受的服务 比如说住院啊 比如说急诊啊 或者是去医院里面 是做一些这个检查呀 那B部分 那A部分呢 是100%都包的 这个这份保险啊 B部分呢 就是叫做outpatient这一部分 就是说你去平时的门诊啊 你的平时去看医生这一部分呢 那红兰卡呢 它只是包80%的 那你自己的 它这部分的话 是用这个co-assurance来计算 那你自己需要承担20%的费用 好 然后呢 就是第一部分的话呢 是要自己要单独购买的 它如果你不买的话呢 你是没有的 所以你在申请这个红兰卡的时候 它会问你 你要不要这个D部分 D部分是什么呢 是包你的药 是你的这个所有的prescription drops 你的药 它是用D部分来保障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一般来讲申请的时候 你都是要去 一起去购买的 就是在跟Sexecute去申请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 我也要购买Party 好的 明白 那再回到这个白卡的话 这可能会容易回销 白卡的话 有没有身份上的要求呢 准确来讲的话 是没有身份的要求的 但是呢 你需要 你需要有提供一个有效的 这个有效的证件 有效的这个Trival Document 是这样讲的 那你会说我什么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就不行的 但是你就是说我有护照 我有这个 我有拿这个签证进来 进到美国来 然后的话呢 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星期上白卡的 好的 谢谢 那我们现在提到了 你获得保险的一些渠道方式 还有就是一些具体的要求 那我们谈一谈 什么时候去申请 这个比赖保险 是不是一年四季 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去申请 这个时间段是根据你的 这个申请保险的渠道 如果你是根据雇主 或者是根据你的这个工会 来申请的话呢 那他们每一年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叫做 这个enrollment的 这个enrollment period 就是说大家都是可以选择下一年的 为下一年的这个员工的福利 来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那你就要在那个时候参加了 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候选择 它那个窗口关闭以后 你如果再想要去改变你的这个主意的话 改变想法的话呢 那它就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了 那之后我会提到 这特别的要求是有哪些 那如果是你是在个人的形式去购买 去这个政府的网站上去买的话呢 这个它也是有个enrollment window 那是大家统一的 那是每一年的这个10月1号到12月的15号 11月1号到12月15号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做出选择 为什么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呢 奥巴马健保刚刚实行的时候 是从11月1号到第二年的2月15号 然后后来呢 每一年又改 每一年又改 上一年的时候是改到了 11月1号到12月15号 它只给了这么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让你去做任何的变动 超过以后呢 你就要 你就不可以随便的变动了 那超过以后 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做变动呢 你要满足这个叫做 special enrollment的一个要求 就是特别的特别参加参保的一个要求 那有哪些呢 give birth 就是说生小孩 那这个是针对新生的BB来讲 新生的这个婴儿来讲 他可以参加 他在刚刚出生的出生日的后30天之内 他可以参加这个父母 就是妈妈的或者父母的这个健保 可以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结婚 有新的配偶了 或者是离婚 就是婚姻状况有发生变化 然后还有呢 就是刚刚入境的 你刚刚 比如说我在国外上了很多年 现在我可以回到美国本土来定居了 这个是可以的 那当然他要看你的这个入境日期啊 你说在入境日期之后的这个60天之内 你要去选择 然后另外呢 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达到65岁了 可以申请Medicare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健保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 我要取消掉了 这个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搬家了 比如说你从纽约州 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州 因为医疗健保的话 他的这个相关的 就是管 就是约束他的这个机构 是以州政府的这个单位来约束的 所以你跨到州的话呢 他就是又允许你 就是你一定要 不是说到另外一个州去上班 而是说你是整个加班到另外一个州的话呢 他是允许你重新再去参保的 好的 谢谢你介绍 过去这几年啊 这个发生很多的保险方面的变化 一个就是奥巴马当政的时候呢 就是推出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一个改动 就是这个奥巴马care 然后他之后 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又实验要废除和改革其中的一些地方 你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奥巴马care当时主要改了什么地方 然后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又改回了什么地方 那么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OK 这个我也只是一个尝试性的来解释 是因为它毕竟整个的法案是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法案 那我也不是法律界的人士 所以呢也没有细心的去读每一条法案 那我只是可以尝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平时接触到这一部分这一小块 因为它覆盖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大 除了医保以外 它还包括其他的保险公司那边的一些要求 所以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法案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平时可以接触到这方面呢 在奥巴马这个健保之前 你去购买医疗保险的时候 个人的话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 没有人会卖给你的 如果是公司来买的话 小公司来买 小经企业来买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说保险公司它可以卖给你一些 一些这个医保计划 第一它要问你有没有pre-existing condition 这个我想大家也经常会听到 在新闻上面都有听到 现在也是在国会里面 也是大家争议非常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pre-existing condition 就是说你之前 你在投保之前 你的这个医疗记录是怎么样 在奥巴马健保之前 它是允许你去询问这些东西的 比如说我在参加健保 这个保险公司健保之前会有腰痛 我经常都有腰痛 那我在这个我在参加健保投保的时候 他会问我的病例 就是说你这个是有一个慢性的腰痛 那你参加健保以后 其他的我都包你的 但是呢腰痛这一点 我有可能在未来六个月 我是不包你的 他可以是这样子 他可以把某一项的这个病征 可以把它carve up 就是说把它给踢出来 那这个的话呢 是给很多的这个投保的人群 造成了很多的不变 因为觉得说 我这投保了 为什么这个也不包 那个也不包 他就是给这个医疗保险公司呢 有很多的这个余地去拒绝 去拒绝索赔 那另外呢 你在这个个人在去 在奥巴马健保之前呢 你再去购买医疗保险呢 你可以跟他讲 我只是想要包大病的所谓 就是说我只包医院 或者还是说 我只包这个只包药 还是我只包门诊 这些你可以这样选择的 但是奥巴马健保之后呢 大家都已经是标准化了 就是所有的 他有一个一个一个标准 就是包括医院 包括门诊 包括这个孕妇的一些 不管你是男性女性 他都是包在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药 全部都是要包在里面 你不可以把它拆开来卖 所以这些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另外呢 奥巴马健保之后呢 是不可以 就是所有的医疗保险公司 不可以去询问投保人的 之前的这个病例和病史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改变 因为这个改变 对于保险公司 或者保险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如果你去一个 比如说改口 我去买汽车保险 但是改口不允许问你的驾驶记录 不允许问你的这个 以前你有没有出过 就上一年 或者甚至过去五年 有没有出过车祸 或者有没有吃过Ticket的话 那对于改口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的话 它的保费自然也就会贵一点 我觉得这个的话 这一点是奥巴马健保 那当然对消费者来讲的话 当然是好消息 因为有很多突发的状况 很多消费者有突发状况 他是需要去买的时候 他希望这个医疗保险可以去帮他cover的 现在新任的川普总统上任以后 他们共和党是希望可以改变 奥巴马care的一些比较霸道的地方 比如说一定要要求每个人都要去买 一定要求是所谓的全民健保 不管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都是要求你去买 那现在来讲的话 最大的改变 对于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影响最大 就是这个个人的mandate 个人的要求 就罚款是取消掉了 那现在来讲你个人的话 你没有这个医疗保险的话 也是不用罚款的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 其实你刚才提到 那个pre-existing condition 让我想起来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她的当时女朋友怀孕 怀孕以后她去买保险 怀孕被当做pre-existing condition 被拒绝保险 所以她没有办法生孩子 就是或者自己 最后完全要自己掏钱生孩子 所以就花了蛮多的钱 所以pre-existing condition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奥巴马健保来讲的话 带来是对消费者来讲 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是不允许再问 就是说每一个投保人都会 就只要你愿意去买 那个保险公司一定要卖给你 华人社区 华人家庭在申请和使用健康保险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你看到的常见的一些误区 或者是误解的地方 或者是错误的这个理解的地方 我接触到华人社区的话 那当然有分两个人群 一部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他们有Medicare 他们的健保的话 都是其实是不错的 去哪里的话 医院医生他们都有接受 所以对个人来讲的话 影响不大 那另外呢 就是说自己要掏腰包要去买的 那这些的话 这些人群的话 他们就是对这个健保本身的 包括包括的这个cover的范围 包的范围 包的医生 这些他们就比较敏感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 这个个人的状况量体裁医 千万不要看了 为什么他的保险包 我的保险就不包 千万不要这样比较 因为保费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决定因素 另外呢 就是还有就是 根据自己的个人的需要 没有必要在 明知道自己不会用到很多的 比如说out of state 比如说心得 或者全国心得网络 医大网络 你根本不会去用它的时候 你要去买一个非常贵的医大保险 这样的话就感觉有些浪费资源 然后另外呢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第一 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过 在你接受一项服务之前 就是你知道是比较贵的服务之前 先要问清楚价钱 特别要做好这个沟通的工作 就是医疗保险公司 服务的提供者 还有你自己 这三方一定要做好沟通的工作 要make sure 一定要确保 你的保险是有效的 第一 第二 你的保险公司是有知道说 你在什么时候会去接受这样的服务 而且他们也会 也会跟你确认 他们这个保险是包的 然后第三 要包多少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会有那种surprise 就是突然会收到一个很大的账单 这样子过来 那时候也搞得你自己措手不及 另外呢就是 你自己在选择保险的时候 选择是一个 这个医疗网络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一个保险 因为它的成本 或者它的这个费用可能是保费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那那个时候的话呢 千万不要怕去换医生 那现在有很多的医疗保险公司 他们都已经有中文的服务了 而且他们的这个网络里面呢 虽然有些医生是在这个公司可能不在那里面 但是他们自己下面所有的专科医生他们都有 所以呢 就是也是要自己让自己也更加的有弹性化 并不是说我看了这个医生看了这么多年了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就是不想换 我宁愿换保险 也不愿意换医生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要自己去衡量一个得失了 那还有一个误区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 我买一份保险不够 我要不要买两份 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买一份 然后呢 都是cover双方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其实是不好的 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两层保险的时候呢 就会反而是给自己造成 第一你付了double的费用 付了双倍的费用 第二呢 你在索赔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那互相保险 这两家保险公司会互相 会互相 point finger 会互相踢皮球 他说应该是对方保险公司先付 而不是我们先付 那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给自己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这个呢 也是需要注意的 好 谢谢你解释 那刚才提到 就是不要害怕换医生 那我想到一个就是 可能相关的一个事情 就是second opinion 朋友在检查身体 就是发生问题的时候 其实也不妨换一个医生 看一个不同的医生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刚刚想起来 需要跟大家提一提的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 在你去看诊之后 去接受这个医疗服务之后 保险公司会寄一张单给你 它那个单并不是账单 而是帮你解释 就是说 你在也是起到一个确认的作用 就是说你是不是在 某一天 某一年某月某日 去了这个地方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呢 这个费用是多少 然后我们保险公司承担了多少 您自己还需要承担多少 是一个明细 这个的话呢 你应该要跟那个 如果是那个服务提供者 他也寄了一张账单给你的话 这两张这两张单应该要吻合 这两个数据应该是要吻合的 所以如果是不吻合的话呢 那您就可能是需要去再去看一看是哪里是出了问题 或者是哪里在沟通上有些问题了 好 要double check这些继续的细节 那提到这个我倒也想到另外一个事情 当我们说到保单交求费用蛮高的 部分要需要自账的负担的话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跟保险公司讨价还价 不是跟保险公司讨价还价 应该是跟那个服务的提供者讨价还价 因为他们是最终收钱的那个 保险公司他就说OK 他既然是我们网络内的医生 那他妈就是跟我们有签了合同 那也就是说我们默认他的药价 病床的服务 他是跟这个比如说是500块钱一个晚上 那保险公司说OK没问题 他就意思就是说 他允许他收500块钱一个晚上 但如果说出来的账单是比较贵的 这个价钱自己觉得承担上面有承担不起的 那你可以跟这个医院直接去跟他沟通 你说因为住了很久 然后费用很大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们重新negotiate 重新去讨价还价 一般来讲的话 他们愿意的 因为你如果他们宁愿选择你去收一部分 总比一分钱收不到 一直这样拖下去要比较好一点 先解释 其实这里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而且其实在美国这边 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就是最大的一个弊端 这边的医疗系统包括从医院也好 从服务提供者也好 包括医疗保险这边也好 它的价钱是不是很透明的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感动深受 同样的服务 你在纽约接受这样的服务 一个手术 或者是到你到其他一个州去接受同样的手术 他们的这个价钱有可能是会相差很远的 所以的话不要害怕去问这个医院的 你需要接受这个服务的价钱 他们有这个义务要告诉你说 他们这个费用会有多少钱的 哪怕是一个估价也好 你也自己心里有一个数 千万不要去不要害怕去问这些东西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要货币三家 包括在看病的时候也要记得这点 对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过一下一些 我们常见的一些案例 也就是可能在超人社区会常见的那些事情 其中会讲到的那些内容 刚才可能有所涉及 我们可以看怎么能快速过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讲一下低收入 刚才我们提到低收入的话有白卡 刚才提到白卡的具体要求 之前有最近谈到 那刚才你提到的孩子的保险 就是纽约的这个child health plus 这个保险是不是只限于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的 还是说所有的适临的孩子都可以申请的 大部分申请的 大部分申请这个保险的话 都是收入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家庭 那当然并不是代表说 我收入高了我就不可以申请 并不是这样 那但是申请的渠道不一样 申请的方法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的收入条件符合条件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 刚才我也提到那个纽约州的政府的那个医保网站 那个marketplace 你就可以直接在他们申请 他就会告诉你 因为他很多都是自动化 他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 他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 他告诉你的小孩子是符合这个child health plus 这个条件的 然后呢你可以下一步呢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医疗保险公司 他们价钱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看自己的个人的喜好可以来选择这个医疗保险公司了 那如果说你的收入比较高 但是呢你又觉得可能child health plus 他提供的这个服务可能比较好 或者自己的雇主那边没有提供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医疗健保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跟这个医疗保险公司去购买 你可以直接去跟这个几个大的医疗保险公司 你去询问他们的价钱 那他们的价钱的话呢 是大家是不一样了 那这个的话虽然服务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报价呢 就会有出入了 有不太一样的 那第一说是成年人 就是65岁下的成年人 那最好的方法呢 如果是你想要货比三家的话呢 仍然是回到那个纽约州的政府的那个网站 那个地方他是一站式的 就帮你把收入这些东西全部都放进去以后呢 他就会自动告诉你 你是符合哪些条件 有的时候呢是单纯的Medicaid 有些时候呢是Medicaid 然后但是通过这个私人的医疗保险来提供给你的 你这些都可以通过网站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申请的 这个程序 那包括白卡他也会直接寄到你家里来的 那如果是老年人的话 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呢 就不再可以通过那个网站来申请了 那一般来讲的话老年人的话呢 就是首先如果是觉得自己是符合这个Medicare 就是Medicare红蓝卡这条件的话呢 第一步应该是要去这个社会安全局 社会安全局去申请 那什么时候去申请呢 一般来讲的话是在你的生日那个月 比如说你的生日是一月份生日 那你在一月份生日这个月之前的三个月 也就是10、11、12、18年的10、11、12 再加上生日当月的后三个月 二、三、四 一共是七个月的时间呢 你要去社会安全局去申请 这个是你的这个enrollment window 千万不要忘记了 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去那边去申请这个红蓝卡 可以开始这个程序 那红蓝卡申请到了寄到您家里来了 他的保费的话是他们决定的 因为是根据个人的收入来看 就是退休的时候的收入来看来决定的 然后那个之后的话 你还可以再去考虑去买这个叫所谓的supplemental 或者叫做就是有些人叫做medic gap 就因为刚才我提到红蓝卡 它并不是100%多包嘛 但是有一些这个剩下的20%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需要自己承担的费用 那有私人的医療保险公司呢 专门是为了填补这些缺口的 那有这样的保险你可以去购买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个呢就是针对老年人的 对 好的 谢谢 那就是刚才谈了低收入的部分 然后那么下面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们华盛中有不少经营小商家的小商业业主 他们申请检查保险一般怎么会去这么做呢 对 他们小商业主的话 申请医疗保险的话呢 就相当来讲渠道就比较 渠道选择来讲比较简单 要不然呢就是去到那个 纽约州的那个政府网站那个marketplace 要不然呢就是去直接找医疗保险公司 或者是通过经济来这个来帮他们去选择一个 适合他们自己的这个医疗保险 那刚才我有提到 现在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就是 你根据就通过经济买到的这个医疗保险 可以买到的医疗保险 跟这个政府网站上呢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的经过过去这么几年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变化呢 很多这个私人的保险公司呢 都选择是离开了这个这个政府网站 来去提供他们的产品或提供他们的服务的 所以呢要对于小商业主来讲的话呢 可能自己去经过这个private经过私人渠道去购买的话 可能来的比较好一点 选择比较多一点 嗯好谢谢 那像有些人呢他是他不去经营小商业 但是他是做一些自由职业或者做创业的 这类人他们怎么去获得医疗保险呢 对那自由业者和创业者呢 有一个就是说要弄清楚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如果是他没有雇员的没有雇员的 好只是就是自雇的这种自由业者self employee 或者是刚开始创业 但是呢也是没有还没有员工的 这些的话呢他们是作为individual 作为个人来够来去购买这个医疗保险的 那还是回到那个政府的网站上面 那个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渠道可以去 在纽约州来讲是唯一的渠道可以去购买医疗保险 好的明白那像国内出来到美国来旅游旅游客 他们怎么获得健康保险呢 那如果是外国人 如果是外国人或者非美国本地居民的 那他们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 是在出发国出发地那边 可以通过旅行社 或者通过当地的这个保险公司 来购买这个旅游的健康保险 那旅游健康保险的话 根据不同的险种 有他们包的这个东西范围也是不太一样的 我可以讲就是说如果是美国的这边的公民也好 绿卡也好 如果我们是出国去旅游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本国买的这个旅游的保险呢 是费用是相当便宜的 而且呢 它那个是按天 它的买法呢是按天算 首先呢你要提供自己当然是个人资料了 对吧 就是年龄啊性别啊 然后呢是你要提供这个目的地 你要去哪几个国家 你可以是好多个目的地 比如说我去欧洲游 欧洲几个国家你都得放上去 然后呢就从时间段 从什么时候出发就是到目的地的那一天 然后一直是离开目的地的那一天 这个这两个日子你要得放进去 那这段时间它保什么呢 如果是那个当地的国家跟美国这边的 跟你买保险的这个提供的保险公司是有这个合同的话呢 你在当地去急诊也好去门诊也好呢 它这个当地的医院的话 是不用收你的费用的 是帮你公司直接就是付钱给他们的 如果你的目的地国是跟美国这边没有这个合约的 没有合约的这个相关的合约的话呢 那有可能是你要自己先提供费用 先要先付出去 先垫下去 然后呢把那个receipt 就是你的这个收据 付费的收据以及那个病例 就是你在当地抗病它得有个病例对吧 你把病例带回来 发给这个保险公司 然后它会在报销的形式在帮你报销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曾经发生的案例就是有这么一个客人 他是在墨西哥那边有紧急事件 但是他们是有这个Travel Insurance 他有这个医疗保险 但是当地的医疗环境呢 就是他们的那个病人的家伙觉得不太适合 所以他是用那个叫了直升飞机把它飞回美国来看病的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保险汇报的一些东西 那这种出国的这种短期 就是从美国出国去外头游玩这种短期的保险 是自动的本身的医疗保险就已经cover出国旅游这部分 还是说要跟保险公司再去买一份呢 有一些大的公司他们的医疗保险的话有这么一块 但是就算是有的话 他们包的也不是那种综合性的海外的这种保险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 年龄比较大的家人或者是自己身体状况并不是太理想的 可能会有突发状况的可能性比较大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去自己单独购买一份比较全面的旅游保险 因为他们的保费其实是相当低的 所以的话还是买一份安心还是比较好的 还是值得的 那买购买的途径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渠道呢 一般来讲的话它这个是不需要有太多 程序非常的简单 一般来讲的话就直接到他们那个保险公司的网站上面 就是直接就可以就可以在网站上面购买了 非常感谢Steve的分享 相信大家对医疗保险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大家有税务保险相关问题 希望和Steve做进一步的咨询 可以致电718-759-6622 718-759-6622 Steve的公司名称为Silver Bridge Financial Services 地址在布鲁克林86街2168号二楼 邮编室11214 再次感谢Steve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希望您喜欢本期爱家网教育生活节目 欢迎您关注爱家网公众号 北美爱家 爱家网官方网站在 happyhomekeeping.com 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爱家网官网 爱家网微信群 Facebook YouTube iTunes Podcast 还有喜马拉雅六个平台同时播出 欢迎您关注并选择方便自己的平台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